说咱们国家到2020年光棍预计将会超过3000万人 婚姻挤压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30多年 从2009年出现了下降 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咱们国家每出生100个女孩 就会出生117个男孩 而正常的范围则是应该在102到107之间 那么出生人口性别失衡 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 性别比失衡的一代进入到婚配年龄之后 多余的男子将会难以找到结婚的对象 会成为取不上媳妇的光棍 那么根据预测到了2020年左右 咱们中国的光棍将会达到3000万到3500万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对于他们个人 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 无疑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种影响 新京报